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要举办国际活动 或者更正确的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节目叫文签世界或文签世界财经周报 因为我们希望台湾能够了解国际 你不能住在一个不了解世界的台湾 每一个国家或是每一个城市 当它争取国际的大型活动 其实主要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活动本身 都是为了它的城市大改造 记忆北京的奥运上海的世博之后 第三个男主角登场了 那是广州亚运 我们为大家做相关的整理 广州亚运倒数五天 它是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以后 在借一次大型的短短只有十天的体育比赛 要进行这一场天翻地覆大改造的大陆一线城市 广州亚运开幕的时间是11月12号 算起来现在是倒数只有五天 它总共投入的金额有多少 台湾认为我们光是投入了95.1亿的花博 叫做好多钱 事实上我们来看一下广州亚运 它营运的时间只有十天 总共投入了是1226亿的人民币 也就是说它的金额几乎高达了六七千亿的台币 其中1090亿用来改善整个广州城市的基础建设 河水的污染整治还有全面城市的绿化 那么总计呢1226亿人民币投入了整个广州的大改造 而这份金额还不包括他们请来国际大建筑师 在哈哈迪所盖的广州大革区院 为大家来看一下整个广州的大变身 一壮壮的旗楼商铺形成一条1200公尺的长廊 这是广州人学洋人带的建筑 南欧风格加上宁兰特色的产物 最近为迎接亚运 外观都被粉饰一心 换上产色玻璃的旧粉刀窗布 恢复清末民粗的风貌 拥挤的旧城区边拆边建同时 广州人也看到上海浦东新区红红火火 陆家铁建筑填马行空 这也催促着广州珠江新城的诞生 外号小蛮腰的广州新电视塔610米高 取代加拿大西恩塔成为世界第一高塔 它也将成为广州的地标 而登上塔顶整个珠江新城一览无遗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广州的一个新中轴线 从北寝的燕岭山脉经过中信广场 还经过CBD的珠江新城 一直延伸到海星沙岛 再到我们的广州市电视塔 沿着广州的新中轴线 从2001年开始 集结现代建筑艺术大师的作品 广州大剧院 广东省博物馆 中国第二高楼的广州西塔 以及壮世珠江上的帆船 亚运开闭幕式地点海星沙 这里可以感受壮阔的广州新面貌 而陆叶的珠江新城更让人最新 世界最高的四季酒店 就在高耸餐天的广州西塔 这座广州的国际金融中心 用空体亮灯勾勒出440米高摩天大楼的广格结构 在夜幕下变换出各种彩色效果 作品总让人为之亮点的 渣哈哈地又给广州人带来惊喜 广州大剧院 如同两颗圆论的巨石落在珠江岸边 出野的原始造型和周边林立的高柔 形成鲜明对比 这可能是 和白天浑厚灰黑色调不同 广州电视塔到了晚上 46环LED灯带缓缓向上 画出鲜鲜细腰美态 这一天 亚运开幕预演 烟火从广州电视塔噴发 沉醉珠江夜景的游人又有一场惊喜 珠江边架起长达200公尺的LED荧幕 望着灯光幻影 不时传出震恶欲融声音的海星沙岛 驻驻岸边可以感受这场 为眼前轰动的亚运开幕表演 不像惊骚 砸3000亿人民币 大型土木盖场馆 让北京改头换面 亚运总经费不过1200多亿 场馆大多由旧翻新 唯独广州请全力打造的珠江新城 这里成为北京CBD 上海陆家嘴后 大陆第三个国家级的中央商务区 广州因亚运而蜕变 但广州人并不沉浸在伴亚运的光环 他们更着眼城市发展的未来 不将新城的高楼重新定位广州天际线 也似乎在宣告竹山脚的转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YK